大家好,我是九姨,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很多小伙伴都在找一些靠谱的梯子,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尤其是LS系统 找到一个好的翻墙软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我就将几个非常好用的LS翻墙软件安利给大家 这些软件都是我日常在使用的或者是经过测试的,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如果大家对安卓系统的翻墙软件也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 我会再出一期有关安卓端免费翻墙软件的安利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并且一键三连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不说废话了,我们现在就开始 对于LS系统来说,想要下载翻墙软件,有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 那就是需要有一个美区的ID 如果大家没有美区ID的话,可以看看我那个注册美区苹果ID的演示过程 分分钟就可以注册属于自己的苹果ID 不再需要和别人共享,也不需要担心切换手机会导致Apple ID封号 拥有苹果ID之后,我们在App Store登录美区的ID 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在设置页面进行登录 而且美区ID一般是急用急退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ID不一致,会与苹果的锁定有关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谨慎一些为好 登录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面的操作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文件夹里 这里都是我要分享的翻墙App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名称是下时国际加速器 我们点击进入 这个App提供了五个免费的节点 我们点击免费随机,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五个节点 虽然名称都是美国,但是实际上并不全是美国的IP 比如我们可以使用IP检测工具 我们先连上免费1 这样我们就连上了免费1 然后我们检测一下IP 我们点击刷新 我们可以看到 免费1的IP在AMST单 我们再来看看免费2的IP 然后我们点击连接 我们再次刷新 我们可以看到免费2的IP在德国 法兰克福 我在录制视频的当天 免费3的节点一直是超时状态 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免费3的IP位置 但是免费4和免费5的IP位置都在美国 大家可以根据需要切换适合自己的IP 也可以在使用前进行检测 看看IP是否是自己想要的 检测IP位置的链接 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 在连接节点或者是切回APP界面时 有时候会跳出广告 不过也无伤大雅 我们选择一个延迟低的IP 然后点击连接 我们播放一个YouTube视频看看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 我们切换成1080P 展示信息 可以看到播放还算流畅 速度并不算快 毕竟是免费的节点 但是对于备用 或者是日常用来看视频还是可以的 同样的 这个节点也可以访问奈飞 迪士尼 但是吃HPT不一定可以 我测试过免费1和免费2都是不可以的 但是免费4和免费5的美国节点是可以访问的 我们切换到免费5 然后再回到刚才的页面 点击刷新 我们可以看到免费5是可以访问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翻墙APP 那就是LIFE 图标是一片树叶 我们点击进入 这个APP的界面非常简洁 只有一个立刻连接 我们点击立刻连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查看一下IP 我们点击刷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节点的IP是波兰滑沙 我们来播放一个视频看看速度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速度比刚才的节点好多了 甚至可以跑到WAN以上 总体视频播放也流畅多了 同样的 奈飞也可以进行访问 迪士尼也是可以正常访问的 拆的GPT也没有问题 更令人惊喜的是 经过测试 这个节点可以流畅的注册XHPT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XHPT注册的演示链接 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款 也就是这个名称是Nestlink的APP 然后我们点击打开这个APP 这里的界面也是非常简洁的 我们点击连接 连接成功之后 这里会变成加载页面 我们不用管它 老规矩 我们先来查看IP的位置 我们点击刷新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APP的IP位置 是会进行变化的 比如说早上我点进来的时候 它显示的是美国的马里兰州 等现在我们进来的时候 又是其他的地方 我们来播放视频看看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的速度可以跑到1万左右 好一点的时候 可能会到1万5到2万 因此在视频播放方面也是不错的 如果用来观看视频的话 也是完全足够了 同样的我们来看看 奈飞迪士尼和XHPT的访问情况 可以看到奈飞可以正常访问 迪士尼也是没有问题的 在我录制视频的这一刻 XHPT是无法访问的 但是使用这个APP进行访问 是一门玄学 因为早上在测试的时候 它是可以访问的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款APP 快瞄VPN 我们打开快瞄VPN 快瞄VPN也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满足我们切换国家的要求 我们点击切换 可以看到这里自带不少国家的IP 大家可以随意切换 这是其他几个APP做不到的 我们随机连接一个节点看看速度 我们选择加拿大 然后我们点击连接VPN 然后我们打开YouTube 随便播放一个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 速度和下时国际加速器是差不多的 不过也可以达到流畅的播放 基本可以满足我们的日常需求 对于奈飞、迪士尼和XHPT的访问 也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一个就是Cloudflare出品的1.1.1.1 这款VPN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我们先打开页面 如果我们没有进行订阅 那么我们这里会显示的是Web 我们只需要通过一些小技巧 就可以将Web升级为Web加模式 就可以超级流畅的观看视频了 并且还可以轻松的解锁 奈飞、迪士尼和XHPT 我们可以通过电报 免费白嫖不限量的流量 具体的操作过程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如果大家对过程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看我之前上传的 在iOS端使用Web加的视频 真的是超级好用 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我们点击连接 我们可以看到速度是非常快的 在2K的分辨率之下 可以跑到2万多 如果网速好的话 也可以跑到3万多 甚至是5万多 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 如果你使用的是Web 打开一些网页的速度 并不会像播放视频这么快 因此这是一个优缺点并存的微频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好用的 LS版本的翻墙APP 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和讨论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